画面当中的华裔先生名叫吴艾迪 32岁 他是一位数学老师 最近他在新南威尔士州举办的澳大利亚国庆庆典上发表了演讲 这象征着全澳大利亚最高的荣誉 他也成为了发表澳大利亚国庆演讲的第一位华裔 那么吴艾迪为什么会被邀请来发表演讲呢 原来吴艾迪是澳大利亚有名的数学魔法师 虽然只有十年的从教经验 但是他已经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授课方式 运用大量生活当中的势力非常的通俗易懂 而且从2012年开始 他还把课程全程录像上传到了社交网络 如今他已经有了17万的粉丝了 然而吴艾迪在演讲当中说 自己曾经差一点被种族歧视打垮 他在悉尼出生长大 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人 上高中的时候 白傲政策盛行 同学们骂他是中国佬 有一天放学之后 吴艾迪闷闷不乐的收拾东西 一位名叫布朗的数学老师跟他打招呼 艾迪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然后就和他聊了一会儿 那是吴艾迪第一次被一位老师 当成完全平等的个体对待 在布朗老师的鼓励下 吴艾迪走出了心理阴影 他还报考了悉尼大学数学教育专业 想做像布朗老师一样的人 大学里他把每一本教材都翻烂了 给公式都配上了历史背景 甚至是数学家的生平和八卦 他这种特别的讲课方式 还受到了澳大利亚电视台的关注 为他专门拍摄了纪录片 收录在二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人物报道里 杀大利亚人物报道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